我是溥仪,中国最后的皇帝,满洲清朝第十二个皇帝。 在我两岁的时候,慈禧太后选了我当皇帝。 因为我做了皇帝,所以我从很小到成年,父母都不在我身边。 我只有很多太监人跟着我,什么东西我想他们做,他们就会做。 我有一个老师叫Johnson,一个外国人帮我学英文。 在1922年,共和国国取代了清朝,我就退位了。 我很少出雇工,所以我不知道有很多我的人民疾苦。 在1922年,我跟万荣结婚了。 过了两年,政府被冯玉祥接管了,所以我逃去天津了。 后来我从1932年到1945年,当了满洲的幕后,同志着在日本的控制下。 二次式大剑,以后我逃了去日本,可是后来被苏联不惑了。 当我回去了中国,我去了一个老教所。 我十年,在文化大革命中,中国的共产党保护了我。 我在1967年死了。 十年,我会使用一个小学生拥存。 在注写中,您会因此基于中国的保护。 我希望者都可以不要进。 但他们下得这些问题有2005年。 我们下单的路上,我们下单的路上。